2025年7月15日 美国宇航局的太阳动力学观测站 捕捉到了一场壮观的太阳活动 一次猛烈的大规模喷发 仿佛在太阳炽热的表面撕开了一道灼热的裂缝 形成了一个绵延数万公里 仿佛燃烧着的火焰峡谷 这一罕见景象为科学家带来了珍贵的观察机会 这次太阳喷发释放出了一股巨大的 高能粒子风暴 也就是所谓的日缅物质抛射 它像是太阳抛出的一团滚烫的等粒子体云 不过幸运的是 这团炽热的太阳云并没有朝着我们地球的方向移动 避免了一次可能影响通讯和卫星系统的太空天机冲击 眼下正值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逐步迈向高峰 太阳的活跃程度也在持续攀升 而像这样的喷发事件不仅是自然现象的壮观展现 更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线索 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太阳活动背后的规律 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影响地球周边的太空环境 也就是所谓的太空天气 本期视频将在您深入了解这场惊心动魄的太阳爆发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为何重要又如何影响我们这个距离太阳1.5亿公里的蓝色星球 无论您是天外爱好者还是好奇新驱使的观众 都能从中获得全新的视角与启发 这场太阳喷发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太阳黑丝的结构 它其实是悬挂在太阳表面之上 由磁力线固定住的一条条温度较低 密度更高的等离自一长丝 就像太阳高温海洋中漂浮的巨大暗色脸部 静静的等待着能量的积累和释放 这些黑丝并不是罕见现象 它们在太阳表面时常可见 在特定的波长下 往往表现为细长的黑色阴影线 像是一道道用隐形墨水写成的磁场草图 默默记录着太阳内部复杂的磁力结构 但问题在于这些看似安静的黑丝 其实就像崩得太紧的弹簧 一旦受到扰动或能量积累到一定预值 它们会瞬间失去平衡猛烈爆发 而这种喷发往往会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掀起连锁反应 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地球上的电子设备和通信系统 这一次爆发的黑丝位于太阳圆盘的东北边缘 原本安静的悬挂在空中 却在短时间内突然剧烈活动 就像一根被折断的高压电缆 在空间中猛然甩动 释放出高温等离子体 引发一连串磁场重足与物质喷射的天体事件 NASA的太阳动力学观测占用先进的高分电旅程 将技术完整记录了这次爆发过程 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太阳表面一股炽热的等离子体 如同光之弓箭一般腾空而起 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弧线 随后留下一道长长的高温沟壑 仿佛太阳自己撕开了一道口子 露出了它内部汹涌的能量本源 从数据来看 这次太阳爆发的规模堪称庞大 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力量之浩大 这可不是日常看到的小型活动 而是一场几乎横跨天际的剧烈能量释放事件 根据科学家的测量 这条黑丝在喷发前的长度大约有40万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就是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 换句话说 太阳上的这条细丝足以从地球一直扑到月亮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宇宙及等离子巨龙 当这条黑丝失去稳定性猛烈坍塌时 在太阳表面撕开了一道可怕的沟壑 这条有等离子体构成的通道 其深度和高度令人则舌 单单峡谷的墙壁就高达了2万公里 相当于做深入太空的能量山脉 这一事件的视觉冲击力极强 尤其是在急死外波断图像中更是清晰壮观 太阳如同一颗喷勃而出的能量心脏 每一次脉动都让人感受到宇宙的原始震撼 让科学家和观众都惊叹不已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喷发呢 根源还要追溯到太阳那套极其复杂的磁力骨架 太阳并非一个简单的火球 而是一台由无数磁力线缠绕构成的巨大等离子引擎 这些看不见的磁结构 就像是一座座能量库决定着何时爆发如何释放 随着时间推移 太阳表面的磁力线会在不断的旋转扭曲和重组中积聚大量能量 这就像给弹簧持续上紧发条 一旦压力超过临界点 磁结构便会失去平衡 最终出发如火山般猛烈的能量释放 一旦这种磁力结构断裂 就会发生所谓的磁冲连现象 可以理解为原本纠缠的磁力线突然撕裂 然后向扯断的电缆重新接头 在极短时间内迅速重组成新的磁力布局 这个过程极其剧烈 也正是能量爆发的关键时刻 这个磁重连的瞬间 释放出堪比数十亿颗原子弹爆炸的能量 推动等离子体如浪潮般涌向太空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日缅物质炮射 仿佛太阳打了个盆体 却足以影响整个太阳系 来自欧洲航天局与纳萨联合运行的太阳和日光层观测站 搜后 以及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最新一代气象 卫星构物之旧 都同步捕捉到这次日缅物质抛射的轨迹 这些设备提供了高精度图像 验证了这团等离子体正在远离太阳向外飞散的路径 经过轨道摩语观测确认后 科学家得出结论 这次日缅物质抛射正朝着太阳系外源的方向移动 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冲着我们地球而来 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卫星故障或地次风暴的直接威胁 更值得欣慰的是 这次喷发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 形成了一种缓慢扩张的太空泡泡 不像某些快速爆发那样具有猛烈冲击力 这种缓行也大大降低了对其他行星或太空设备产生连锁反应的风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现象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太阳要斑 那种瞬间亮如闪电的强光爆发 而是一种更加温和但持久的动力学过程 就像是太阳内部的能量慢慢一出 沿着磁力通道缓慢释放 形成一场可被追踪的能量洪流 这次喷发在太阳的大气层也就是光球 层之上的日面区域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等力磁体沟壑 就像一道被能量撕裂的伤痕 肉眼在特定波段下都能清晰可见 这不仅是一幅壮观的图像 更成为科学家追踪黑丝行为 和磁场演化过程的一个活教材 是研究太阳动力学的极佳案例 实际上像这种黑丝结构 是太阳磁场是否紧张的直接信号 它们好比是一根根扯满了的橡皮筋 能清楚地告诉我们磁场是否已经拉扯到极限 是研究太阳磁硬力累积 与释放机制的重要晴雨表 这些黑丝从哪里来能保持多久的稳定状态 以及最终是如何剧烈喷发出去的 这一切都与它们下封磁力线的排列方式密切相关 就像建筑物的支架决定了它能承受多大的风压 磁场的基础结构决定了黑丝最终是稳定存在 还是最终走向爆发 一旦某条黑丝失控爆发 它实际上是在阶段暴露出支撑它的那套磁场环路中存在的 薄弱环节后能量不平衡点 这就像一座吊桥断裂时 我们可以沿着断点到推出哪一根钢篮先除了问题 对于科学家来说 这是深入理解太阳结构稳定性的一个珍贵切口 正因如此 科学家们不仅仅盯着喷发那一刻的壮观画面 他们更关心的是幕后的那套能量结构 到底是哪一层磁力还出了岔子 是哪一个区域积累了过多能量 这些研究帮助我们未雨绸缪 提前识别出可能的高风险区域 7月15日这场太阳剧烈喷发 正是一次典型且清晰的磁重帘示范 它如同一个天然实验室 现场演示了太阳磁力线是如何在积蓄能量到临界点后 突然崩断快速重接 并引发强烈能量释放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原本扭曲缠绕的磁力线 像像皮筋一样断裂 回弹并重新弹裂 这种剧烈的变动 在太阳大气中留下了灼热的热印记 就像电焊枪在金属上烧出的高温痕迹 形成太阳等离子体中的热异场区域 这一事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范例 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阳日缅中复杂的能量转移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 太阳日缅虽然就在太阳表皮上方 却仍是太阳研究中的谜团地带 温度气高 结构复杂 是目前太阳物理学中最神秘 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前沿 更进一步 这次爆发所伴随的日缅物质抛射 再次强调了一件事 太阳的坏脾气和我们地球的天气是紧密挂钩的 它提醒我们 所谓太空天气不仅是科学术语 它有可能转化为现实中断电 信号中断 航班受干扰等实际问题的源头 虽然这一次的太阳物质喷射方向偏离地球 我们躲过了直接冲击 但这正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持续追踪此类事件 哪怕不是每次都会造成影响 一旦方向对准地球 后果将不容小觑 尤其在我们如今 高度依赖卫星技术与全球通信的时代 如果一次日缅物质抛射 恰巧正面击中地球 那后果可不是轻描难些的 它会像一拳砸向地球的磁气泡 也就是磁层 使得磁场剧烈震荡 由此可能造成卫星通讯师领导航系统 比如GPS定位误差 甚至可能引发规模较大的地磁风暴 不及电网 航天气乃至夸洲电缆 这种地磁风暴不仅仅是天上的事 它能在地面基础设施中诱发强烈电流 比如在输电线路 变电站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中 产生所谓感应电流 轻则设备报警 中则引发区域性停电 甚至烧毁设备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真实记录中出现过的问题 每一次太阳黑丝的喷发 伴随着日免物质抛射现象 都像是一次天体物理的野外实验 为研究人员提供一批新鲜的第一手数据 这些数据会被迅速送入 全球的超级计算机模型中 不断校准和更新 我们对太空天气的预测方式 例如美国国家海洋与大西管理局和欧洲航天局等机构 都会详细记录日免物质抛射的喷发速度 方向密度和等位置通量的关键参数 这些数据随后会被输入到预测模型中 就像给天气预报加入最新雷达土一样 以提升判断精度和反应速度 今天我们的通讯 导航 金融交易 天气监测 乃至国防安全 几乎都离不开载轨运行的卫星系统 随着全球社会愈发依赖这些太空之主 预测太空天气就变得不只是科学问题 而是涉及全球经济与安全的关键命题 模型准确度的提升 已经成了保护现代文明运行的隐形防线 这次喷发并非孤立事件 它恰好也落在了近年来太阳活动日益增强的大趋势中 从全球天文观测网络收集的数据来看 自2023年起 太阳黑丝活动 要般爆发与日免物质抛射的频率都在稳步上升 正如科学家们对当前太阳周期所预期的那样 我们当前处于太阳的第25个活动周期 这是太阳每11年左右经历一次的活跃与沉寂循环中的最新一轮 它从2019年悄然启动 预计将在2025或2026年左右抵达活跃峰值 那时类似的剧烈喷发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 也更加剧烈 展望明年 科学家普遍预测这类太阳喷发事件的数量与强度还将进一步上升 这既是了解太阳物理机制的黄金窗口 也意味着更多潜在风险 从科学探索的角度看时机遇 从通信与航空安全的角度看则必须严阵以待 随着第25太阳活动周期逐渐升温 我们正在目睹越来越多的黑丝喷发 要般爆发和伴随的日免物质抛射事件 太阳表面似乎变得躁动不安 各类磁力事件接连上演 为太空天气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观测材料 当前的科学预测显示 这种高频率的太阳活动趋势将持续到2026年左右 也就是第25周期的活跃尾段 在此期间 我们将处于磁暴与日免物质抛射事件最密集的时段 任何环绕地球运行的设备都需要加强防护提高警觉 从21世纪初到现在 人类观测太阳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过去我们只能靠地面望远镜窥视太阳的一角 而如今 借助轨道卫星和多波段成像设备 我们已经能够24小时不间断 从多个角度对太阳进行全景扫描 几乎不错过任何一次大事件 像NASA的太阳动力学观测站和欧洲航天局的SOHO任务 至今仍源源不断地向地球回传高分辨率图像和时时磁场测量数据 他们就想盯着太阳的全天候眼睛 让科学家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太阳风暴的动向与强度 与此同时 还有一批更先进的探测器正悄然升空 比如NASA的攀植任务 它使用偏振成像技术来绘制日缅物质的三维流动图谱 还有帕克太阳探测器 这是一项大胆的任务 它正以前所未有的距离接近太阳 直接潜入日缅边缘 带回最接近太阳风源头的观测数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攀植任务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对太阳风进行三维成像 这意味着科学家不仅能看到太阳风从哪来 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它是如何穿越日缅形成结构 卷入太空的 这对研究日缅物质抛射形成机制和传播路径 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帕克太阳探测器则是一位真正的太阳勇士 它的飞行轨道设计极其大胆 距离太阳比以往任何航天器都要近 深入日缅边缘 几乎贴着太阳表面飞行 它不再是远观 而是直接进入高温等离子体之中 亲自测量那里的温度磁场 粒子密度等第一手环境数据 这些前沿任务的目标不仅仅是观测 更在于彻底改变我们对太空天气的应对方式 过去我们只能被动反应 风暴来了才开始应急 而未来通过这些数据的积累和模型的完善 我们将迈向预测驱动的新时代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几小时 甚至几天之道太阳正在酝酿一场大动作 目前我们也有一整套应急预案来应对大型太阳事件 例如在运行信号发出后 部分航班会改飞低纬度航线以减少辐射风险 一些卫星也会临时关闭敏感设备一望损坏 电网公司则会提前进行电流复载调节 然而真正的挑战依然是 我们很难提前准确预测和时雨多强 这就像预测地震一样困难 正是像7月15日这样的真实案例 才能帮助科学家填补模型中还存在了空白 每一场喷发都是一块拼图 通过反复比对观测与模拟的差异 我们可以逐步完善系统 让未来的预测更加精准 反应更加迅速 这些事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黑丝 从稳定到爆发的时间尺度 还展示了等离子体是如何从太阳表面出发 如何在磁场引导下传播 如何影响周围空间的全过程 这些数据是破解太阳行为规律 改进预测算法的金钥匙 如今科学界和政策界越来越强烈的呼吁 我们需要建一套真正全球化的太空天气预报系统 就像我们现在监测飓风路径 发布地震预警一样 毕竟太阳风暴不像暴雨那样 只临时一个城市 它的影响可以波及整个星球 甚至跨越多个国家和卫星轨道 随着卫星网络星座的快速部署 成百上千颗通信卫星绕地运行 加上商业太空旅行也逐步进入常态化 精准掌握太空天气变化不再是可选项 而是保障设备安全与乘客生命的必选项 每一次提前一分钟的预警都可能避免数亿美元的损失 甚至挽救一条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太阳事件并不只是科学家的研究素材 它们也在悄然成为公众科普教育的一部分 借助高清影像和动画模拟 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天体现象 如今被生动呈现在普通人眼前激发起大众 尤其是青少年对宇宙奥秘的强烈兴趣 这些高分辨率图像和3D可视化动画 不仅美轮美奂 堪比艺术作品 更让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线上变得通俗易懂 无论是在课堂上展览中还是纪录片里 它们都成为理想的教育工具 帮助更多人理解太阳磁场等离子体 这些听起来抽象 但其实与生活新线观的概念 尽管吸引公众并不是这些太空任务的最初目标 但它们所带来的副产品却极具价值 用一场太阳风暴一次黑丝喷发 打开人们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 对许多观众来说 这或许就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看见太阳的活动 也因此点燃了他们对自然法则的敬畏与好奇 回到2025年7月15日 这场宏大的太阳喷发 向我们展示了磁力在太阳活动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 它不仅引发了可见的太阳表面撕裂 还将高温等离子体以惊人的速度抛射进太空 在天文台的镜头中留下了一副既壮丽又震撼的能量图形 虽然这次爆发并未直接波及地球 我们也因此逃过一劫 但它却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太空天气的认知 它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太阳如何咳嗽磁场 如何撕裂等离子体如何奔流 这些知识为未来预测和英论太阳风暴提供了坚实基础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这次太阳喷发的故事 让您对我们的恒星太阳有了新的理解 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带来更多关于太阳活动的最新消息 与深度解析 请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